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华尔街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实体零售复兴 传统商业股回暖 2.全球数位税收法案 科技巨头适应挑战 3.高端制造回流 工业股票重新定位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实体零售复兴 传统商业股回暖 在这个数位化 互联网纵横的时代 说起实体零售 你可能会想到 那些尘封在记忆中的商店 或是电影里那些老旧的购物中心 但谁能想到 在经历了一场全球性的疫情洗礼后 这些看似即将被时代淘汰的实体零售店 竟然像是电影《魔戒》中的甘道夫一样 经历了一场史诗般的复兴之旅 再次强势回归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 这场复兴背后的魔法 在疫情期间 人们被迫宅在家中 献上购物成为了主流 然而 当世界逐渐恢复正常 人们开始渴望走出家门 重新体验那种 在实体店里挑选商品的乐趣 这种转变 就像是人们突然间 发现了一扇通往过去的时光之门 怀旧情怀在心中悄悄滋长 接着 实体零售商店 开始进行创新改造 结合了科技和个性化体验 想象一下 你走进一家书店 不仅可以闻到纸张的香气 还能透过AR技术 看到你手中的书籍角色 在眼前活生生的展现 这种结合了传统与科技的购物体验 让人们仿佛走进了一个魔法世界 而在这场复兴之旅中 传统商业股也开始回暖 投资者们开始意识到 实体零售 不仅仅是一个购物场所 它更是一种文化和社交的空间 随着消费者回流 这些被认为是老派的商业模式 突然渐变得时尚起来 当然 这场复兴之旅 并非一帆风顺 实体零售 要想在数位化的浪潮中站稳脚跟 就必须不断创新 提供超越消费者期待的体验 就像是在一场冒险旅程中 总会遇到各种挑战 但只要勇敢面对 最终都能迎来 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最后 让我们以一句话来总结 这场实体零售的复兴之旅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有些东西是科技无法取代的 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实体零售 正是这样一个让人们重新发现 生活之美的地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全球数位税收法案 科技巨头适应挑战 在这个数位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 全球各地的政府都在努力追赶 逃得比兔子还快的科技巨头税收 想象一下 这些科技巨头就像是在全球经济海洋中 自由遨游的巨金 而各国政府则像是手持网子的渔夫 试图捕捉这些巨金的一小部分财富 作为税收 这场追逐戏不仅充满了智慧与策略 还有不少幽默的插曲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科技巨头的适应之道 想象一下 如果Google Amazon Facebook和Apple 简称GAFA 是一群在数位世界中的人者 那么他们的避税技巧就是他们的忍数 这些忍者擅长在税收的迷宫中穿梭 利用各种复杂的结构和策略 如转移定价 税务避风港等 来最小化他们的税负 这就好比是在玩一场全球版的捉迷藏 而这些忍者总是能找到最隐蔽的角落躲起来 然而 各国政府并不是坐以待毙的渔夫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开始联手 试图编织一张更大更紧密的网 来捕捉这些滑溜的数位聚精 例如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提出了全球最低税率的提案 这就像是在海洋中 设置了一个税收的最低安全网 确保即使是最狡猾的人者 也无法完全逃避税收 这场渔夫与忍者的游戏 充满了策略与反策略 每当政府编织出新的网时 科技巨头就会发展出新的避税忍数来应对 这不仅讨厌着各方的智慧 也在不断推动着国际税收制度的进化 当然 这场游戏还远未结束 随着数位经济的不断发展 新的挑战和机遇也将不断出现 或许有一天 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加公平 透明的国际税收体系 让这场渔夫与忍者的游戏 达到一个双赢的结局 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 我们可以享受这场充满智慧与幽默的追逐戏 并期待下一个精彩的回合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高端制造回流 工业股票重新定位 在这个数位化 全球化的时代 高端制造回流这个话题 就像是一场时尚界的复古风潮 让人既感到新奇又觉得熟悉 当然 这场潮流背后的故事 比起时尚界的复古风潮 要复杂得多 也更加引人入胜 想象一下 几十年前 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 许多制造业巨头 纷纷将生产线 迁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 以追求更高的利润 这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派对 所有人都想搭上这班列车 前往一个充满机遇的未知世界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派对参与者开始意识到 这场迁移的盛宴并非没有代价 首先 供应链的脆弱性开始显露 当一个关键零件的生产 被困在地球的另一端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或是政治冲突 就能让整个生产线陷入瘫痪 接着 技术的快速发展 也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 制造的意义 随着自动化 人工智慧的进步 高端制造不再是人海战术 能够解决的问题 而是需要高度专业技术 和创新能力 于是 一场高端制造回流的潮流 悄然兴起 这就像是派对结束后的清晨 一些人开始收拾行李 准备回到自己的家乡 这不仅是因为家乡的吸引 更是因为他们意识到 在自己的土地上 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生产过程 更快地响应市场变化 并且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那么 这场回流 对于工业股票 又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 这是一场重新定位的游戏 那些能够领先于这波趋势 投资于自动化 智能制造的公司 将会在股市上脱颖而出 他们就像是派对上的舞王 吸引所有目光 其次 这也是一场耐心的游戏 回流并非一蹴而就 它需要时间来建立新的供应链 培养专业人才 因此 那些能够耐心等待 持续投资的投资者 最终将会收获丰厚 总之 高端制造回流 不仅是一场工业界的复古风潮 更是一场对未来的赌注 在这场赌注中 只有那些敢于创新 愿意投资 能够耐心等待的玩家 才能在重新定位的游戏中获胜 而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 这无疑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戏剧 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接触于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实体零售复兴 全球数位税收法案 以及高端制造回流 这三个热门议题 从这些议题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一切都在不断地演进和转变 无论是实体零售店的创新改造 科技巨头与政府之间的追逐系 还是高端制造回流的重新定位 都展示了人类的智慧和创新能力 对我们来说 这些话题不仅仅是 关于商业和经济的议题 更是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 和价值观的探讨 实体零售店带给我们的是 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全球数位税收法案 让我们思考科技巨头 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和责任 而高端制造回流 则提醒着我们 重视本土产业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在这个充满智慧和创新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 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想法 因此 我想鼓励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观点和提出问题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们期待着听到你们的声音 最后 我要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和支持 在下一期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带给大家 更多有趣的话题和观点 保持好奇心 开放心态 让我们一起探索 这个精彩的六度世界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